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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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访明志神功留下了祈求世界和平繁荣的心愿 但他此行最希望获得的大理 泛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 终究让他失望而返 涉及十二国的TPP协议中 每日双边协定无疑最为关键 但两国的谈判代表 近日拼命加紧磋商 奋力一搏 无非是希望在欧巴马和日向安倍晋三 举行元首峰会前敲进协议 无奈双方为保护自家利益 最后的短跑冲刺 还是无法化解重大歧见 两国就连基本协定都无法敲定 主要卡在农产品和汽车关税 双方互有坚持 美国要求日本取消所有农产品关税 但日本坚持 对所谓五大神圣农产品挖开一面 这五大农产品包括牛肉猪肉 稻米小麦乳制品和砂糖 矛盾大的主要是在牛肉猪肉 跟这个乳制品这方面 因为牛肉这个日本的关税很高 38.5% 那么乳制品这方面 比如说环油这方面 日本是有360%左右 非常高 这个美国 这个几个方面 美国都是强项 而且美国这个对日本市场 出口也非常多的 他要求日本把关税去掉 那么日本要这么大的让步 恐怕是非常难的 在汽车业方面 美方希望日本消除 美国汽车进口日本的技术壁垒 一扩大在日本的汽车市场占领率 日方则要求美方订定取消日本汽车进口关税的明确时间表 量灶旗舰太深 弹了又弹 僵局还是无法突破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佛罗曼和日本首席谈判代表 经济再生大臣甘利明 本月来累计谈判时间超过40个小时 夜已继日 有回甚至在近午夜才开始谈 直到凌晨三点多结束 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 满脸卷容的甘利明只说了句 欧巴马这趟日本行 无功而返 但两位元首下令幕僚继续磋商 岂能达成最终贸易协定 每日若能达成共识 将有助于缓和 两国延续了几十年的贸易摩擦 并未已陷入僵局的TPP谈判 注入新动能 先前TPP经过两轮部长级会议 未能达成任何重大协议 分析家说 如果这回美日无法宣布达成实质进展 日后推动TPP的冲力 恐怕会日益减弱 TPP涵盖太平洋东西两岸十二国 经济专家说 TPP对美国和全球贸易大有助力 据美国贸易代表署的资料 一旦签成TPP 在2025年前 美国每年渴望增加770亿美元的收入 出口则可能成长1235亿美元 安倍也把TPP宣扬为 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 也就是日本经济进行必要的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策略 借由外部压力促进国内的改革 在美日谈判前 安倍已先和澳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降低双方主要产品的进口关税 不过日本采取保护主义的农产品 仍旧维持高关税 以牛肉为例 日本对澳洲冷冻牛肉的进口关税 将从38.5% 逐步降低至19.5% 中间牛肉关税降至23.5% 依然相当高 但TPP的核心是全面临关税的自由贸易 对此每日内部都面临极大的压力 2013年秋季 美国国内反对TPP的声浪逐步高涨 劳工团体担心贸易自由化以后 廉价的外国制品会涌入美国 导致企业外移进而引爆裁员潮 11月间 美国众议院约四分之三的民主党议员 联名致函欧巴马 致TPP会重创美国经济 欧巴马的党内同志之所以看他唱反调 说穿了是考量到11月 美国将举行其中选举 劳工是民主党的大票仓 选前议员岂能漠视这些选民的呼声 在日本农民也是政治支持的基础 日本农民持续对安倍政府施压 要求政府坚守立场 五项敏感农产品绝不可零关税 而对欧巴马来说 TPP协定是美国扩大在亚洲布局的一大核心策略 为因应中国势力崛起 欧巴马宣称外交重心将转向亚洲 重振亚洲再平衡战略 而所谓的转向亚洲 无可避免隐含了围堵中国的意涵 金融时报分析 未来十年中国渴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也是唯一可能和美国竞争超级大火地位的长期对手 亚洲作为一个整体 对世界经济也日益重要 出于长期经济和战略考量 美国多花精神和时间来巩固其在亚洲的地位 有其道理 不少政治学者看法眼雷同 当然, East Asia is where things are happening it's the booming region in the world in economic terms but there's also equally high tension rising in the region as China turns more expansionist and the neighbours get worried 金融时报指出 美国主导的TPP 计划设立一个将美国和亚太地区 其余11国连结起来的自贸区 中国身为日本和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被排除在TPP之外 着实有些奇怪 毕竟日澳都参加了TPP谈判 另一个现实是 中美贸易额已突破5000亿美元 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贸易额高于美日两国 巨大的商业利益 应该也会让欧巴马 在向东亚盟国 保证美国回归亚洲决心的同时 小心翼翼 不过度伤害中国的感情